银色吉辅车卡在边坡 动弹不得 警车绑上绳索 想要帮助吉辅车脱离困境 却显得好吃力 警车轮子空转 加油门试试看能不能够成功 但吉辅车却依旧停在原地 一名70岁的吴先生 5月29号开车经过花莲卓西 三明林到山里段三公里处 准备从边坡往下游 河床前进时 却因为路面泥泞 车辆卡在边坡 吴先生原本以为 自己的吉普车有四轮传动功能 应该可以顺利脱困 但是不断倒车尝试 却依旧动不了 只好打给110求助 远景到场发现 路面狭窄 拖掉车难以进入 因此用弹力绳绑住吉普车 想靠近车把它拖出来 尝试过后仍然是无法奏效 远景再跟附近的村民 借来了粗麻绳 这次总算成功 整个过程大概是花费一个小时 根据警方了解 吴先生是来这里工作 并不是当地人 不太熟悉环境 又刚好遇到下大雨 山区土壤含水量高 车子才会不小心卡住 事后他也不断道谢 幸好人民保姆伸出援手才成功脱困 持续进入夏季 常常会有午后雷震雨 民众开车上山 得要注意路况 TVBS新闻高中 黄凯进花莲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福利谓 阅支联系